今天给我机会 有在这个Zoom Meeting 来跟大家分享 在之前我要跟大家讲 我是一个full time的妈咪 做工的 我是全职有做工 然后还有两个孩子的妈妈 我孩子已经10岁跟8岁了 然后at the same time 我还是在经营着 我这个爱多美的事业 那么今天呢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个爱多美的 胶原蛋白胎饮品 我想问一下 在座 有谁 这些members有谁已经开始在 用着这一个产品吗 可以看到吗 有谁已经开始用着这个产品 有喝这个产品的 有的在线上打666 我的是这个 你的是不一样的 你的是台湾版吗 是咯 我的哪 我买不到台湾版的这边 我还没有喝过那个 我是喝这个 都有很多人开始喝了 不错不错 如果还没有用过的呢 还没有喝过的 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分享会 你们更认识这个 胶原蛋白胎饮品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购买 来今天呢 我们就会探讨几个 topic 我会跟大家分享几个topic Ignus ready吗 OK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今天会探讨哪几个topic Next 第一个我们会来看 胶原蛋白 versus胶原蛋白胎 因为有些人讲 什么是胶原蛋白 什么是胶原蛋白胎 可能有些人不清楚 等一下我们会来探讨 第二我们会来看 胶原蛋白流失 会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 然后我们再看 我们要怎样选择胶原蛋白 第四我们来看胶原蛋白 它的胶原蛋白胎 它的功效是什么 然后还有谁需要喝胶原蛋白 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产品的保质期 那么我们来首先 Start with胶原蛋白 versus胶原蛋白胎 那么胶原蛋白是什么 胶原蛋白呢 它是一种纤维性 硬蛋白质来的 那么它是我们人体组织 结构组织中重要的蛋白质 来看这个图的时候 我们看到从头到我们的脚 我们的身体都是由胶原蛋白 所组成的 它能够确保我们的皮肤 我们的头发 我们的软骨 还有我们那种骨骼 它的完整性 然后还有皮肤的弹性 还有我们的骨头那种强度 看来有多份都是胶原蛋白 全部都是基于胶原蛋白 那么胶原蛋白呢 它的分子量是很高的 高达到达到达多少呢 就是30万delton 30万delton delton就是一个 measurement 比如讲我们 measure我们的长度 cm meter那种 delton就是 measure那个分子量 它的那个蛋白 胶原蛋白的分子量 有大或者是小 所以胶原蛋白 它的分子量是30万 高达30万 是很大的分子 所以当我们是用胶原蛋白的时候呢 它就不能够直接 被我们的身体吸收 因为它的分子太高了 然后需要经过消化 分解啊 然后才分解为小的分子 然后才能够被吸收 所以胶原蛋白 它的分子量是大 然后就很难被我们身体吸收 再继续看下去 那什么是胶原蛋白 胎呢 OK 胶原蛋白 胎呢 它其实是一种经过人工 蛋白 它是胶原蛋白 经过人工处理 蛋白处理 然后形成的小分子态来的 然后它的分子量是很小 因为它是经过处理了过后 是从胶原蛋白的大分子量 处理过后 变为小分子量的胶原蛋白态 所以它的胶原蛋白态 它的分子量呢 它是很小 从几百到几千都有 是很小 从胶原蛋白的几万三十万 它被分解到胶原蛋白态 几百到几千都有 那么在如果我们 consume那个胶原蛋白态呢 过后 因为它的分子很小嘛 它就可以很容易 或者是直接被我们人体吸收 然后它的吸收率是高达 90% 然后相对于胶原蛋白呢 它是比较容易吸收 胶原蛋白态 然后分子量是越小 从这边你们可以知道 大概明白吗 我们看我们人体的结构 这个图 我们的人体30% 都是由胶原蛋白组成 而特别是我们的皮肤 真皮层 90%都是胶原蛋白 所以你们认为胶原蛋白 对我们重要吗 重要吗 在线上可以回答一下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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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为 OK 来第二我们来探讨 so far这样子你们明白吗 胶原蛋白跟胶原蛋白 tide的difference 清楚吗 可以 OK 然后第二我们来探讨 如果胶原蛋白流失 会怎样影响我们的身体 那么专家就认为 从20到25岁呢 我们的身体就会 慢慢减少我们的胶原蛋白 就慢慢流失 那么如果到40岁的时候 它就会加速那个发展 它就会越来越快 所以 有时你会看到 为什么40岁的时候 我忽然间会可能 衰老啊 如果没有保养啦 然后衰老或者是皮肤 不光滑不光泽 这些都是因为胶原蛋白的流失 所造成的 那么胶原蛋白流失呢 它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来的 每一个人 都是要经过的 不论你是男或者女 SOS你是人 都是会经过 都是要经过这个胶原蛋白流失的 那么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 也是会导致它 快速的流失 比如讲可能你 接触到紫外线啊 或者是空隙的污染 或者是你的饮食方面啊 没有吃到好 不健康 或生活方式啊 没有早睡早期啊 癌夜啊 这种也是会导致 比较早期的 这个衰老的现象 那么来看 如果胶原蛋白流失 怎样影响 会影响我们身体的 哪几个重要的部分 第一很明显 就是我们的皮肤 我们皮肤 胶原蛋白 就可以住进 我们皮肤的紧致嘛 你去看小孩子跟baby就知道咯 他们的皮肤怎样啊 水嫩嫩的喝 不会干 也是很平滑滑滑的 小孩子跟生跟baby 那么它是因为 他们的胶原蛋白还是很足够 所以他们皮肤很紧致 然后皮肤紧致 然后胶原蛋白它是 构建我们皮肤的那个结构啊 It's a foundation 来看这个图 这个younger性跟一个aging性 年轻的皮肤 你看到我们的那个表皮 然后我们的dermis 就是被什么支撑着啊 就是有胶原蛋白 有胶原蛋白 有弹性支撑着我们的皮肤 所以就很像一个foundation 你大个物质 最重要是什么 根级对不对 foundation很重要 所以一样同样的 皮肤的foundation就是collagen 胶原蛋白就是那个foundation的 它的皮肤 它hold着我们的整个皮肤 顺眼 为什么年轻的皮肤 滑滑的平平的 没有下垂的现象 但是当你看到 aging skin的时候 会怎样开始下垂的 倒塌 因为它的foundation已经没有了嘛 就collagen也减少 弹性也减少 所以皮肤就开始下垂 没有光泽 然后粗糙啦 或者是很干 这些都是胶原蛋白流失的 造成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补充 胶原蛋白 还有接下来就是 还有影响哪一些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骨骼 跟我们的关节 就是随着胶原蛋白的流失 那种它的蛋白水平 还有矿物质在我们的身体 都会渐渐减少 所以我们的骨骼 就会变得越来越脆弱 所以为什么你 随着年底增长的时候 你觉得骨头开始会痛啦 我只是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疯嘛 然后比较容易睡 关节也是一样 就是可能为什么老人脚 有时候会讲 我的关节会痛啊 Bond between的时候 那个脚没有了嘛 所以跑路有时 你上楼梯会听到 喀喀声音 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现象 有的话就是因为 胶原蛋白减少了 所以你会有时跑路会痛 那么再过来看看 你看就是头发啦 头发也是会哦 头发我们的生命是来自哪里 我们头发 它的起源是来自我们的毛囊 我们头发的营养呢 就来自于毛囊的组织 所以如果你的毛囊的组织 健康的话 也是会对你的头发有帮助的 所以如果你的胶原蛋白减少 你会觉得 为什么我头发会开始 出燥啊 脱发啊 或者是干燥 这种是因为 胶那个毛囊的组织 已经没有这样健康了 胶原蛋白已经损失了 所以才会有这一种的现象 但我问一下你们 亲了这样多 你们觉得 胶原蛋白 男性也需要复用吗 在身上可以打 要 要的话打666 要了才年轻吗 对就像阿丁这样 你看他吃几多胶原蛋白 所以他还像25岁 好 所以男还不一定是女 女人需要胶原蛋白 男女都需要胶原蛋白 补充胶原蛋白 总之你是人的话 你都是胶原蛋白 我们是很自然的现象 都是会流失我们胶原蛋白的 明白吗 好 明白 会很快吗 会很快吗 明白 不会很快 慢一点点 可以 要慢一点点 怕紧张 我很紧张 第一次分享 肯定肯定 出你之秀 肯定 来第三我们来看看 要怎样选择胶原蛋白 嗯 市场上就有分粉状跟液体的咯 对不对 粉状就是 我以前也是有吃过粉状的 就是一大罐 然后你要掺进你的饮品 每次我喝 我就是要冲东西 因为我觉得 放白水 我去 我就觉得很可厉 我一定要冲东西来掺着喝 粉状就比较 我觉得没有这样方便 要放进东西饮品去 然后也没有这样容易带出 然后呢 liquid就比较容易吸收 那么我们爱多美的这个胶原蛋白胎 看到吗 爱多美的胶原蛋白胎 它是饮品 容易携带 一瓶一开就立刻可以喝了 很方便很方便 然后第二我们来看 要怎样选择原料 你一下看怎样选 所以当那种人们知道 胶原蛋白对我们的身体 这样重要的时候呢 他们就开始研发 不断的研发 不断去分解 去更新 看有什么方法 可以找到更好的胶原蛋白 所以他们就 现在我们是有三代的 胶原蛋白 第一代跟第二代的胶原蛋白 就是我们很常见的猪蹄 Anthony讲他今晚是猪脚处 猪蹄 鸡胶 那种牛皮 猪皮 这种都是第一代 跟第二代的胶原蛋白 这种胶原蛋白 它的分子量是很高的 它的分子量很高 所以当分子量很高的时候 是容易被吸收 还是不容易被吸收 分子量高的时候 是容易吸收 还是不容易被吸收 不知道 吃了才算 不容易 不容易 分子量 分子量越大就比较难吸收 所以这种第一跟第二代的胶原蛋白 因为它的分子量很高 所以就很难被吸收 而且它的热量也是很高 比较很肥的 那么就来到第三代了 他们就研发到 第三代就是 鱼鳞的小分子胶原蛋白胎 就是胶原蛋白胎 就是小分子的 那么胶原蛋白胎 就比较容易被人体吸收 没有障碍的吸收 因为它的分子量很小 没有不需要消化 然后可以供给身体的 每一个组织 充分的利用 因为它分子小 胶原蛋白 那么爱多美的 这个胶原蛋白胎呢 它的饮品 它是选用容易吸收的 鱼鳞胶原胎成分 我们爱多美的 这一个就是用鱼鳞的 胶原胎成分 那么它100%的鱼鳞 代取胶原来的 它是用100%鱼鳞代取 然后它的小分子胎 很小很小 小到多少啊 才512Delton 刚才我们看到的 我刚才讲的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是高达30万Delton 然后当它们研发到 新的鱼鳞的胶原蛋白胎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爱多美的 只有多少 512Delton 所以它的分子是很小 它的分子小到是怎样啊 比头发的分子还更小 小多少倍 12万5千倍 比头发的还小 小12万5千倍 所以我们看这个图 你的分子越大就是越难消化 所以这个小分子鱼鳞蛋白胎 它的分子很小很小 512 非常的小 除了它的分子小 它的鱼鳞的胶原蛋白胎 跟我们人的那个细胞也是很相像 所以它很容易被我们身体吸收的 所以有些人讲 我们这个爱多美的胶原蛋白胎 当你一喝的时候 大喉咙它已经是被吸收 因为它的分子很小很小 再来我们去看一下 它的含量 含量 爱多美的这个胶原蛋白胎呢 它一瓶 是25ml 一瓶是25ml 可以看到吗 我看不到我自己的 它的这个一瓶是25ml 然后它的每一瓶呢 都是有3270mg的胶原蛋白胎 在一瓶里面 一瓶巧小容易带 然后它的原料也是很好 是用什么啊 100%鱼鳞 带取的胶原蛋白做成的 原料好 吸收率又高 不用多的一天一瓶就搞定了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胶原蛋白都是会流逝 所以呢 纸外线进入我们的生皮层 会加速我们的胶原蛋白的流逝 那么如果你想要你的皮肤平滑啊 光泽亮丽 你就要补充胶原蛋白 除了这个你外出 还最很重要的是什么 Sunblock也是很重要 我们的Sunblock 防晒稿 防晒稿也是很重要 隔离子外线 然后把皮肤好 每一天喝一瓶 再加上你的物理 就很好了 然后再看上我们这个 艾多美的胶原蛋白胎 它还有四个的补助品 什么补助品就是那种 added ingredients 为什么要补助品 就是让这个胶原蛋白胎 更有效的被吸收 而且能够达到更加好的效果 有哪一四种呢 就是有维达民C 有这个透明的脂酸 有这个弹性的蛋白 还有神经鲜胺 这四个加进去的 所以为什么你看到 如果你consume多了 你的皮肤会变白 因为它有维达民C 它有维达民C在里面的 还有其他的因素 还有其他的补助品 也是会帮助 再来看看 胶原蛋白的功效 它有什么功效呢 胶原蛋白它的功效 胶原蛋白胎它的功效 因为它是有独特的这个功能的因子 所以它就可以帮助阻止我们的胶原蛋白流失 然后你如果建议consume三个月以后 你会看到你的皮肤会美白 它会美白你的肌肤 然后可以去修复你的真皮层 然后它当你喝了这个胶原蛋白过后 它就会进去你的身体 找出哪一些坏了的cell 帮你去补助 哪一些地方已经没有了胶原蛋白的 它就会帮你去辅助 延缓你的那个衰老 然后还有呢 还有什么功效呢 它就可以去斑跟去皱 每一个人可能久了 我们都会看到 为什么脸上会有斑 会有皱纹这种 都是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 所以它就你consume久了过后 它这一个胶原蛋白 就会帮你去斑去纹 然后收缩你的毛孔 因为平时如果你们胶原蛋白流失 你就看到你的毛孔粗 还是毛孔大了 没有比较干了 当你consume久了过后 它就会收缩你的毛孔 补充你的水分 让你的皮肤紧致 修复你的细纹 还有一个呢 它也可以帮助消除你的黑眼圈 还有些黑眼圈 看电视啊 看PC啊 看你们的电脑啊 现在都是这样的电话 黑眼圈啊 没有睡好啊 这种啊 它也是会帮助 除去你的黑眼圈 还有消除你的眼带 然后 有member feedback 也是他们喝了酒过后 他们的皮肤会白里透红 就把你很像变得比较年轻哦 对不对啊 是不是啊 嗯 OK 再来 肯定哦 我有见证 只不过今天 见证人来不了 不然的话 可以叫他做见证 哦 是吗 OK 你可以带他 等一下可以讲一下 等一下给你机会讲 他进不来 他进不来 今天 哦 OK OK 不用紧 等一下我们是有见证 也是有testimony 来 我们要看一下 谁需要喝胶原蛋白 谁需要喝胶原蛋白呢 那种如果你的皮肤很干燥 你觉得你的皮肤很干 很粗 而且你不容易上妆 有些人讲上妆 为什么的分卡卡的 这样子是 这种也是可以 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你皮肤干燥 没有 不容易上妆的时候 你也是可以 补充你的胶原蛋白 然后平时不只是 还有那些有些人 不只是碾 可能他的手啊 他的脚啊 身体啊 都会痒啦 或者是干 这种 这个时候你也是可以开始补充你胶原蛋白 虽然讲 我擦lotion就可以 lotion可能它只是 可以到你的表皮嘛 但我们身体层呢 我们也是讲 我们的胶原蛋白 就是支撑我们皮肤嘛 所以当你consume了 胶原蛋白胎过后呢 它就会去修复你的 坏了 或者是不够坚强的那种 胶原蛋白哦 那么还有哪一些人需要补充呢 就是 嗯 经常进行运动的 如果你很常要在户外晒太阳啊 或者是工作 暴晒在太阳底下的人 也是很建议用这个胶原蛋白胎 好 它能够帮你 割离紫外线 然后帮你修复你的皮肤 好 所以除了这种呢 我觉得 内服外用也是很重要 你要查三block啊 吃到胶原蛋白 也是要外面啊 符合就是查你的三block啦 或者是用 不同的skin care啊 就很像 爱多美也是有不同 不同系列的skin care absolute self-active啊 hydro brightening啊 the fame啊 这种都是 for外用的 不是讲 我只是吃戒然蛋白 我就什么东西都不用用了 不是这样子的意思 也是内服外用 这样你就有一个完整美丽的皮肤 嗯 OK 来我们看看他们的 这个爱多美 胶原蛋白胎 它的产品 保质期 因为我们这个爱多美 胶原蛋白胎呢 它是不含防腐剂 它是没有防腐剂 然后没有人工添加的香料的 所以它是100% 与零炊取嘛 胶原蛋白 也没有人工添加 它只是有加那个 桃子 浓缩 叶啊 浓缩 叶就是 pitch pitch concent pitch pitch的 concentrate juice 然后 所以它是没有防腐剂的 所以它的保质期 是12个月 一盒 12 一盒里面有14支 一盒有14支 然后 如果你要 通常我是买两盒 两盒 这样是一个月嘛 一个月一个月 每一天一支 然后当你收到你的 这个产品过后 尽量不要把它放在太阳底下 或者是暴晒 尽量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 或者 如果你在马来西亚 你觉得 我要喝冷冷了 可以吗 也是可以啊 天气热 你就把它放去冰箱 冰除 OK 冰除 你要喝的就拿起来喝咯 就冷冷 也是很好喝的 那么谁不 不鼓励吃呢 就是 baby啊 小孩子啊 他们胶原蛋白都很 都很 都很 足够了 所以baby小孩子都不需要吃的 不可以吃 然后 孕妇或者是你是有 breastfit的 也是不鼓励吃 还有那些 如果是你对 pitch 有敏感的 因为它是因为桃子嘛 它有桃子的 那个 桃子的浓缩 也在里面 如果你对 啤酒敏感的 也是要小心 不用 然后还有就是 过期了就不要用咯 过期了就不要用 然后 我可以 开给你们 看看 这个 加原蛋白是怎样的 那么它这样子 一瓶哦 25ml 通常就开 有谁有吗 有谁 现在有的 可以一起喝啊 如果你们要 来我们一起喝 不过不一样了啦 喝完了 喝完了 要买了 来我们 阳性 阳性 来 来你们喝 你们喝之前 喝之前 我是建议你们 摇一下它 shake一下它 开起来 我现在倒出来 给你们看 它是怎样的 它是很香 桃子的味道的 pitch味来的 可以看到吗 这样 看到看到 因为我看不到我自己 有有 一起喝 来 有看到 来 阳性 我喝阳性 那它是这样子的 它就用你那个 比较大瓶的 你都有ml的 那个 MCO在家 没有四个 阳性 对 多过我们5ml 来 阳性 阳性 不够哦 香香的 很香桃子味 嗯 很香桃子味道 我的 Alyssa 你要我讲话吗 听到 你是谁 清楚吗 Alyssa 清楚哈 我换去computer了 等下 才可以出场 要这样紧张先 那么 OK sorry 我再 test 我的 其实是最有效啊 其实是最有效 晚上 那么通常 晚上 对对对 Sandra很厉害 睡觉前的一个半小时 建议哈 有几个方法啦 一个半小时之前 你喝 因为这样子 你一喝了 刚刚被身体吸收过后 你就去睡觉 身体就是睡眠状态嘛 所以你起身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的皮肤是 水嫩嫩 很保湿的 第二天起身的时候 或者是有些人 也是说 他早上也是可以的 早上起身 当你肚子空的时候 胃 肠胃是空的时候 你喝 也是很好的效果 因为他可以容易吸收 没有东西嘛 没有东西给他做 或者有时我呢 如果早上我很赶 没有喝到的话 我就带出去 放出我的袋 做工 做了工 Lunch time的 after吃了我的lunch 两个小时过后 我就吃一瓶去 因为我不要 建议不要 一吃了lunch就吃 因为你吃了lunch过后 你的胃在开始 process你吃的东西嘛 他在忙着 process其他东西 你又加一个 加原蛋白去 他已经 就比较多东西 给他分解 所以我是通常 两个小时过后 胃已经没有什么东西 我就吃这个 喝一瓶去 很简单 带上放进袋 要喝一开 就是了 很容易 很方便 好了 都明白吗 都明白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 今天的 这个分享 这个爱多美胶原蛋白态 它的第一 它是什么啊 鱼鳞来源 以小分子的胶原蛋白态 所以为什么用鱼鳞的 这个鱼鳞萃取呢 是因为它的分子 跟我们 它的细胞 它的萃取 它的分量 分子是跟我们人体的细胞 是很相像 所以是很容易吸收的 而且它的分子量 是多少啊 512delton 很小很小的分子 所以是很容易被吸收 有效的补充 而且充分的吸收 被我们身体充分的吸收 牢牢锁紧 紧紧我们的皮肤 第二我们来看 一瓶3270mg 一瓶里面就已经有 3270mg的胶原蛋白态 一天一瓶就已经很足够了 这个胶原蛋白态 然后它是不含 这个爱多美的胶原蛋白态 它是不含防腐剂 不含人工合成的香精 所以是安全又很健康的服用的 然后包装又小 OK很可爱 方便带如果你不要早上 看赶时间没有时间 你就带出去哦 带出门一开就可以喝了 随时随地就可以享用 你的胶原蛋白 是不是很方便啊 是的 是的 还有什么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是到这里 都很都清楚吗 你们现在 很清楚 很清楚 其他会员呢 其他会员有什么疑问的吗 记得买给爸爸妈妈喝 爸爸妈妈都可以喝哦 老人家 而且是老人家 他们要很 要要 要普通胶原蛋白哦 而且 我们每一年 我刚才很像忘记讲一个point耶 我们每一年和我们的身体哦 都会减少一个巴仙的胶原蛋白哦 所以你们自己算下 你现在多少岁啦 从20岁到现在和你的胶原蛋白已经 流失了多少 每一年一个巴仙 哦 对啦 所以是不是要够快补充胶原蛋白呢 来 来 今天呢 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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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原蛋白要再几十次比较好 睡觉前还是 几十次 几十次 所以有两个 就看我 有些人是说 睡觉之前哦 睡觉之前 因为你一喝了 你的 你的身体 睡觉之前的一个半小时啊 你喝了过后 你的身体就属于 休息的状态了嘛 所以他就比较容易吸收咯 连你睡着觉他就在工作吗 第二天就看到他的效果 睡觉之前的一个半小时 或者是有些人也是可以 他早早起身吃 早早起身 一起身空肚子喝 也是可以 但是哦 如果你的胃有胃痛啊 如果你有胃痛或者胃酸的话 就不建议你空肚子喝啊 因为他这个桃子 你喝的时候有酸酸一点 酸酸味道啊 酸甜酸甜 有些人的胃顶不顺那个酸啊 所以如果你有胃酸 或者胃痛 你就不要空肚子喝 你就可以吃了早餐 过后的两个种 喝也是可以 明白吗 嗯 有人问 呃 是不是需要每一天喝 是要怎样 我们我们是建议 一个疗程是三个月 什么东西都是 我觉得你要吃 上三个月 他才可以看到效果 但是我 我自己啦 因为我是他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吃了第一盒 过后我想 诶没有什么效果 是去年的时候啦 他一开始 新出的时候 我就去吃了一次一盒的 我看到诶没有什么效果啊 可能 因为我是吃着 pomegranate啦 所以我就停吃了 那一天呢 我的妹妹就给我讲 你只吃一盒 不可以 你要吃三个月 才可以看到效果 可以看到效果的 所以我现在又再重新吃 这个是 这个是我的第二盒了 好 现在是我第二个盒子 所以第一次咯 第二盒 现在我是第二盒 然后我还有存货 我又再进多两盒 因为我要再吃嘛 很爱美哦 那么我是吃了三个月 通常是建议你吃一个疗程 三个月 吃了三个月过后 你讲 我可以不要再每一天吃吗 可以的 那么如果你不要每一天吃 你可以吃alternate day 一天 各一天吃 但是那一天你没有吃的时候 你可以吃pomegranate jelly 我是这样子啦 什么pomegranate jelly 因为我还没有吃 爱多美的这个 加原蛋白带之前 我是吃pomegranate jelly pomegranate jelly是 那个红番石流嘛 红石流 红石流 它是antioxidant 也是很好 对皮肤的保湿 紧实也是很有效的 所以你吃了 这个加原蛋白带 三个月过后 你可以 如果你讲 你不要每一天 你就可以alternate alternate来吃也是可以 还有 有人问 几时开始吃 几时可以开始吃 几岁可以开始吃 哦 20岁或到25岁之间 你都可以开始吃了 因为我们 研究是说 20岁开始 胶原蛋白就开始 慢慢流失 Depends on你的那个 你的生活方式 有些人是因为 可能熬夜啊 他的那个 怎样讲啊 胶原蛋白流失 到比较快的 有些人是 20到25都可以开始喝了 好 那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下一个的会员见证 嗯 有人问 安娜问 她说 Pomegranate jelly 跟Collagen 什么分别 有没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 红柿柳 红柿柳 红柿柳也是 对皮肤不好 嗯 Pomegranate也是 对 不胶原蛋白质哦 一个是Collagen 一个另外 Pomegranate不是Collagen哦 嗯 它那个是给你 Anti High Antioxidant 它的那个水果 Vitamin C 啊 这么讲啦 它这个这么保湿 Pomegranate 本身也是有Collagen 但是它的那个分量 实在是只是 没有这样 没有这么的专注 在Collagen 这个部分 它是比较专注在 抗氧化 调整荷尔蒙 之类的东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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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 她说 如果太老了 还需要consume吗 其实我们整个生活 Auntie 这边有两个女儿 还有一个女婿 一个人 contribute 你们一喝就K了 Auntie 对不对 啊 阿丁讲的对 不是讲太老 就不需要 因为我们的身体 都是由蛋白 胶原蛋白所组成的嘛 所以你会流失了胶原蛋白 你就是需要补充 不是讲 哎呦我老了了 都是不用的咯 我觉得都是需要啦 因为它呢Collagen 有帮助我们的骨骼啊 我们的关节的 头发呢 如果头发呢 如果是Head Loss Problem呢 Collagen会帮到吗 有因为我们头发也是 从毛囊嘛 我们毛囊组织的健康 就会影响我们的 头发的长 什么咯 所以那个也是Collagen Collagen会影响我们的头发 毛囊组织 所以你毛囊组织健康的话 你自然而然 你的头发也会健康 头皮也会健康 你也会健康